第二條題目,不算深的,不過很多人不小心 其實這裡有兩個Hitting Elements Each就是兩個KW All together 即是4KW 當你要計算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的時候,就應該要加4KW 來剩下4分之3的重量 沒錯,你要用KW hour,即是多少道電 這裡是表達Energy consumed by the heater Part B,就要你Explain the process By which energy is transferred 那你就有段時間講了 Hitting Elements開始,直至能量的確到飯盒裡結尾 所以你看回答案,第一,就是有Hitting Elements 是存了避水的 過程是怎樣呢?就會產生了Steam 因為只有2分,你未知道測度真的很小 第一個過程就是由Hitting Elements去到水 然後水,再去到Lunch Box 去到水,產生了Steam 這是第一分 第二分就是Steam要怎樣呢? Condense,這個字最重要 C為止得到分 Condenses 於是就可以Release Heat of Vaporization 從而就可以將Lunch Box輕熱 第三條,計算數 一般同學其實是計算數 問題就是之前的Party 可能是計算錯了 如果Party的時候計算不到3kW 即是計算到1.5kW 在這裡的時候, method會做到 但是數字就會不對 然後是Party這裡 題目就說 Energy absorbed by each lunch box 實在是會少於剛才的542kW 為什麼呢? Due to Heat Loss 那什麼是Due to Heat Loss呢? 就想你試試一下 至於Heat Loss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Steam會把很多的能量帶走 其實Steam運作的時候 會有很多Steam在那些隙隙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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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否夠熱了 原來70%的Energy is lost 在這樣的情況下 究竟這些飯盒又可以升到多熱呢? 70%是Loss了 要留意一下 所以只剩下30%是被absorb 剛才計算出來的54萬 原來只剩下30% 是會被Lunch Box所absorb 有不少同學在這裡做錯了 就不知道是1-70% 好,右手邊那邊就照片 計算出來 會看到溫度會升到90度 現實上是否這麼多呢? 大家自己再考慮一下